好 后来碰我病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那帽子把掉了 然后这个 这个Heavy还是比较牛逼 Heavy的牛逼之处就是在于他写多 但是你站着跟人打不线是吧 难度太低了 我也是没有看见了 这里好像每个人都有帽子被狂帽子 分数 1005 有点低 还有 杀用的公司有点满 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像不像 像不像运输船 大家觉得这地图像不像运输船 我觉得反正很像 有点不像运输船 可以吃点点 嗯 我没解 这有点无聊啊 能不能上去啊 但是现在还是比较皱的 我准备点超然后落 像这两边拱通了 没办法两边全是导弹 躲也不好躲 我 Refense kill Kill 还没理了 他那两个DNA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得有啊 他们的风力还是要低 有点 它是有点 不是 你得到 它是有点 我 它是大阶 它是有点 是有点 这个 Double Kill 我现在只有二五地 哇 我真是要被杀死了 反正 我觉得还是想用拘手 但我觉得那个自动瞄准 的确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像不是自动瞄准 是出不了的人 我再调低点 调到最边 保头 大家如果想用这个举击手啊 就要硬 硬硬要把主要零零度调到最一 我也是再次的杀掉一个 我们又赢了 差一点我们都说 这个没什么意思 相对于 那个大中风来说 相对于那个 咱们的 中文交赛来说 这也太小时候了 还就这一个能玩的 那这接着继续 那一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别的 哦那这也是据说啊 是什么精重的什么测试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 你什么都一样 这些人来感觉 山丘之王末世了 大家可以看 那山丘之王 要用一个冰锋 那就是Heavy 一本军刀 大家可没想到 3M呢 Heavy配备的也是这个 看这鞋座 鞋座进入 人轮合红马 这你怎么说呢 周轮啊 过墙 这个就不现实了 我都到这了 你还敢 不不 我觉得三倍的好了 这个收纸啊 太多了 收纸啊 留给的那么多 我都到这了